全剑好消息,绝对核心直言承担责任,下赛季全面重剑,中场核心维特赛尔走了,球迷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依然在继续,天津媒体每日新报,用大版面试则维特赛尔,可见这笔转会确实伤害了全剑,金钱并不是关键因素,是那份感情和对全剑接下来双线作战的影响,压惯八强占尽在眼前,全剑却只能以三万元应付。 而且三万元中还有状态不佳的,已经有全剑球迷猜测这可能就是赛季分水岭,甚至还想到了宝吉,全剑等着维特赛尔回来救主,却没想到等来了更大的打击,但这已经是事实,痛骂也改变不了,全剑只能向前看,他们必须安抚好队内另外三大万元,调动他们的好状态,用全队的团结一心,众志成城来渡过拿关, 有坏消息当然也会有好消息,好消息关于绝对核心帕托,之前,帕托在社交平台上的表态,被解读为也想离开的信号,重返米兰是一个吸引人的选项,这让全剑球迷特别担心,如果帕托再走,全剑基本可以先于恒大实现全华班了。 关键时刻,帕托的媒体经理安德烈亚出面澄清了这件事,帕托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大了,他的注意力都在球队的目标上,他在中国很开心,不仅仅是全剑球迷,其他队的很多球迷都支持他, 帕托是一名非常友好的队友,他也非常尊重自己跟队友的关系,我认为,他会在中国提更长时间,这无疑澄清了帕托现在离队的消息,这个赛季,帕托状态出色,经常打进世界波,是全剑进攻陷仰仗的头号大腿,正如帕托表达的意思。 维特赛尔走后,他会承担更多责任,球队想要尽快走出泥潭,想要在亚冠赛场继续前进,需要帕托持续高光的表现,帕托是一名特别敬业的球员,在球队荣誉感和责任感方面,帕托都是数一数二的,他和维特赛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全剑球迷会更加爱他,支持他,接下来的全剑会挑战诸多困难和不可能, 但全剑高层该认真考虑未来了,有两个字已经跳入眼帘,那就是重剑,维特赛尔已经离开,而郁郁不得志,状态不佳,但莫德斯特恐怕也面临未知。 据媒体曝料,经纪人亲口承认莫德斯特想要离开中国,莫德斯特在最近展现出来的状态确实不符合球队要求,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心理原因。 另外,韩国外援全竞员面临服定义,就算怕拖流队,全剑也需要在外援方面全面,彻底重剑了。 下赛季的全剑或许将一全新的面貌亮相,又有哪位或者哪几位大排外援可以加盟全剑呢? 或许这是全剑球迷最期待的,维特赛尔转或应该让全剑高层持一切掌一致,尤其在合同方面,全剑还是应该尽力占据主动权,接下来,就围绕在帕托身边,11个人团结努力去战胜困难,相信全剑可以迸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。 。